继续学习收入的内容 我们现行的收入准则涉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让渡资产使用权 建造合同是单独的有它的准则 我们前面是把销售商品部分做了说明 那接下来往下再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提供劳务收入 我们考注册会计师 以后从这的工作很多都是提供劳务 比如说你到事务所 以后给客户提供审计 提供咨询 这都典型的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收入这一部分总体来说并不复杂 在会计处理上 我们要分提供劳务交易结果是否能够可靠估计 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先看第一个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采用完工百分笔法确认收入 后面对于建造合同 也同样会涉及完工百分笔法的事情 那先要明确 什么样的情况下认为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所以涉及到一些条件 同时满足下面这四个条件的 认为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第一个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估计量 这是确定的 别管哪个要素 要想对它确认一定金额能够可靠估计量 你看哪个不是 收入确认下面说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你用的是很可能啊 我们销售商品也说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我们提供劳务 收入确认下面这个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最重要的 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的确定 事实上说的是完工百分比怎么确定 这样一个问题 完工百分比怎么确定 一个这里面说 叫做已完工作的测量 这是一种 一般考试时说 经专业测量时测量 完工百分比百分之六十 就这样来说 再看第二个 已经提供的劳务 占英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这是第二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某一个集团做内控咨询 一共是两年期 现在已经咨询了一年半 已经提供的劳务 一年半 占英提供劳务总量两年 百分之七十五 就这样的确定 那第三说 已经发生的成本 第三 已经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那这是一箱 比如说证券公司 派了两位保健人 给某一个公司做IPO 然后两年起 假定呢 说我们计划 给这两个人的 一共是四百万 已经给他二百万了 已经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百分之五十 就这么三种 一种是专业测量时测量 万公百分比是多少 另外一种是 已经提供的劳务 占英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还有一个是按照成本来 已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这里说 在实物中 只有已提供劳务 所发生的成本 才能包括在 已经发生的成本中 已经提供劳务才算 在已发生的 说只有 已提供所发生的成本 或将要提供劳务 预计所发生的成本 才能包括在估计总成本中 因此这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估计总成本 估计总成本 一定不要认为是 开始时预计的数字 我们要算 某个资产负债表日 估计总成本 一定是说 已经发生的数字 这是已发生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已经提供劳务所发生的成本 然后接下来呢 要加上 完成合同 将发生 这一定是这样一个概念 不是说最开始预计的 就包括我们后面谈到的 建造合同也是如此 要算估计总成本 或者预计总成本 一定是到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已发生和完成合同 将要发生的数字 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他说在开始 估计总成本80万 然后到资产负债表日 已发生40万 预计完成这项 还要发生50万 那估计总成本就是90万 不是最开始80万 这是第三个条件 交易的完工进度 能够可靠的确定 第四 交易中 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的计量 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成本 想确认收入 成本就得有 这样才能体现一种配比 下面看第二个 完工百分比法的具体应用 那先说 收入的总数怎么定 然后你才能确定 各期的收入的数字 如果是跨期的话 我们计量时 同样按照 已收或应收合同或协议的价款 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 当然是看合同 然后讲说 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和协议价款 不公允的除外 一般都会告诉你 公允的是多少 会说 我们要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收入 确认费用的时候 先说收入 本期确认的收入 等于提供劳务收入总额 常以完工进度 那应该是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累积应该确认的收入数字 那你说本期或者当期确认多少 我们应该把以前期间 累积已确认的收入扣掉了 这很自然的事情 完工百分比 算的是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完工程度是多少 那你用提供劳务收入总额 常以完工百分比 显然是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累积确认的收入 当期确认多少 把以前的扣除 那本期确认的费用也是如此 我们用提供劳务预计成本总额 总数嘛 应该确认的 常以完工进度 当然是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累积确认的呀 那你当期确认多少 把以前期间已经确认的扣除 就应该是当期确认的数字 看一下教材的历史一 A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 接受一项设备安装任务 安装期未三个月 合同总收入60万元 至年底已预收安装费44万 实际发生安装费28万 假定均为安装人员薪酬 属于安装人员薪酬 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 估计还会发生12万 假定甲公司按实际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劳务的完工进度 我们看甲公司的账目处理 那第一个是计算 实际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实际发生28万 前面也说过 如果说我们算估计总成本 必须是已发生的 和完成合同将发生的数字 如果说给最开始预计的 也是不能用的 这一题没给 那到资产付贷表日 已发生的28万 估计还会发生12万 所以估计总成本 就应该是这两者之合 算出的完工百分比 最后是70% 那在207年12月底 确认的提供劳务收入 总的收入是60万 完工70% 乘以70% 我们减去零呗 以前没有过 全是当期的 所以等于42万 207年 截转的提供劳务成本 我们当期确认的费用 记录到营业成本的 要用估计总成本 估计总成本 已发生和完成合同将发生的 因此是28万加上12万 再乘以70% 这应该是到207年底 累计要确认的费用 当期确认多少 那把以前的扣除 因为没有涉及到 以前期间确认 收入费用的问题 那这28万都属于 207年的 账户处理 实际发生劳务成本时 因为都是职工薪酬 所以借方借记劳务成本 代应付职工薪酬 提供劳务时设置这么一个科目 叫劳务成本 要是属于生产产品 我们叫生产成本 当然间接费用叫制造费用 那提供劳务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用劳务成本 当然劳务成本如果说有余额 也同样把它反映到 资产负债表存货里面去 你不要认为说 劳务成本哪有什么余额 怎么还成存货了 它可能会有余额的 发生的这些 没截转完的 有余额吗 那就是存货 预收劳务款式 预收款项 借记银行存款 代方代预收账款 收到多少反映多少 这个题是44万 第三二零某七年12月31日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并截转劳务成本 我们确认收入是42万 前面有过 那借方借记预收账款 代方代计主营业务收入42万 我们截转成本时 借方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计劳务成本28万 劳务成本 有时会有余额 刚才说了 比如说经专业测量时测量 这种方式确定完工百分比 劳务成本可能会有余额 只有用什么样的情况下 来算完工百分比 劳务成本没有余额 用已发生成本 加上完成合同 既然要发生成本 确定估计总成本时 没有余额 因为你想啊 我们在算的时候 又用估计总成本 乘以完工百分比 那去截转 这个没有余额 那剩下的那两种 不三种方法吗 劳务成本都可能会有余额 就是概念 有余额就是存货 看一次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为设备安装起因 2013年10月1日 甲公司接受一项设备安装任务 安装期为4个月 合同总收入是480万 至2013年12月31日 甲公司已预收合同价款350万 实际发生安装费是200万 预计还将发生安装费100万 甲公司按实际发生的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劳务完工进度 确定完工百分比法 是什么样的方法 他会告诉我呢 那甲公司2013年 该设备安装业务 已经确认了收入 那主要还是算算完工百分比 实际发生200万 预计还将发生100万啊 百分比就可以确定了 然后你要确认收入的时候 合同总收入乘以完工百分比 就应该是2013年底 累计确认的 以前又没有涉及 因为我们是2013年的 10月1号才开始 这个调并不是很复杂 先说完工百分比 已发生成本200万 估计总成本200加100 三分之二 我们480再乘以三分之二呗 就应该是我们确认的 收入的数字320万 那接下来再看下面的单选题 如果说这项劳务 跨期的 你应该清楚 先要决定到资产负债表日值 累计确认的收入 再把以前已经确认的收入扣除 那才属于当期的 某企业于15年11月 接受一项产品安装任务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劳务收入 预计安装期 14个月 合同总收入200万元 合同预计总成本 为158万元 但也说过 合同预计总成本158 与我们后面计算没关 真正算完工百分比时 用的是到资产负债表日时 估计总成本 那个数字一定是资产负债表日 以发生和完成合同 将要发生的数字 至于5年年底 以预收款项160万 预款在安装完成时收回 至于6天12月31日 实际发生成本152万 预计还将发生成本8万 15年已确认收入80万 若企业16年度 确认的收入的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看 到16年底 已发生成本152万 完成合同将发生成本8万 所以估计总成本152加8 这是完工百分比 152除160吗 我们要乘以这里的 合同总收入200万 那应该是到 16年底累计应该确认的收入数字 16年本身确认多少 把15年已经确认的80万 这块要扣除 才是属于16年 所以在减80 110万 那第二个问题 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 我们前面谈到那四个条件 同时满足 叫能够可靠估计 如果提供劳务交易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了 准则说 不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 来进行会计处理 并且说 这种情况 只要不属于最后一期的话 不许有利润形成 这是定了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这是准则讲解上的 因为书上的 有那么一段话写的 并不是很合适 就是要求不是最后一期 没有利润形成 那怎么进行处理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说应按 已经发生的 能够得到补偿的 劳务成本金额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不是说按照应收 或已收的就确认 是你 已经发生的 能够得到补偿的 确认收入 显然这句话说 你不要有利润形成 以后通过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那当然确认收入 并截转 已发生的劳务成本 确认收入转成本 都一样 第二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预计全部 不能得到补偿的 那你要将 已发生的劳务成本 计入当期损益 不确认提供收入 不能得到补偿 没有收入 但是费用照样要反映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甲公司于207年12月25日 接受 已公司委托 为其培训一批学员 培训期是三个月 208年1月1号开学 协议约定 已公司应向 甲公司支付的 培训费总额是6万 分三次等额支付 第一次在开学时 预付 第二次呢 在208年2月1日支付 第三次在 培训结束时支付 208年1月1号 已公司预付第一次 培训费 至208年1月31日 甲公司发生 培训成本是1万5 假定都是 培训人员的薪酬 然后208年1月31号 甲公司得知 已公司进行发生困难 后两次 培训费能否收回 难以确定 那我们先说 就是1月份 你到底应该 确认多少收入 并不是说 你现在收到的2万 全部都应该 确认收入 一定是已发生 能够得到补偿 我们已发生的是1万5 那你收到2万 当然对这1万5能够补偿 所以你确认的是1万5 应该是这样来做才对的 这也是我们原来 准则讲解上的 类似的题目 只是我把时间 变成1月份了 他当时说呢 两个月节转一次 显得不是特别好 那题目 208年1月1号 收到已公司预付的培训费 我们收到2万 当然这个时刻 没有提供服务 不可以确认收入 所以收到的款项 确认为负债 反映到预收账款 借银行存款2万 贷方贷预收账款2万 这是一块 第二呢 实际发生培训支出 假定都是人员的职工薪酬 我们反映到劳务成本里面 所以借记劳务成本 贷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在2058年1月底 确认收入截转成本 确认的收入数呢 不就按照书上所说的已收 已收2万了 你都确认收入不合适啊 确认收入就利润形成了 所以叫做已发生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我们已发生的1万5 这1万5能够得到补偿 借预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然后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贷方贷劳务成本 这样的没有利润形成 那你说我收那2万 还有5000呢 5000你下个月去呗 下个月再去确认收入去 你不要在这个月反映啊 那你说 我预计它不够钱了 我就不给培训了 这不合适 你先合同培训啊 你钱可能过两天还给呢 所以不是说本月 收多少钱 就一定全部确认收入 已发生 能够得到补偿的 按这个来反映 第三 同时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务交易 那这种情况 商品跟劳务要不要分 原则说能分的就分 不能分的都作为销售商品 来进行处理 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如果能分 他一定劳务不分的收入 合同里会单说 那这项劳务呢 也可能告诉完工百分比 能够进行确定 这就意味着能分 不能分的 整个合同签的 商品劳务收入放在一起了 那肯定是不能分 那就看题目怎么讲 能分的商品是商品 劳务是劳务 不能分的都按照销售商品来对待 比如说电梯 需要进行安装 那你电梯是电梯 安装是安装 那你搞安装的这一部分 按照提供劳务 确认收入 而电梯 必须是安装完成 检验合格之后 才能确认收入 那是商品 如果都裹在一起了 不能分 那不能分的话 都按照销售商品 你劳务收入也对不起了 只能等到安装完毕 检验合格之后 才能去进行确认 那不能分吗 都按照商品来 都按照商品来进行对待了 看一下历史二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乙公司销售一部电梯 并负责安装 甲公司开出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合计 是100万元 其中电梯销售价格 为98万 安装费为2万 增值税税额是17万 电梯的成本是56万 电梯安装过程中 发生安装费1万2千 均为安装人员薪酬 假定电梯已经安装完成 并经验收合格 款项尚未收到 安装工作是销售合同的 重要组成部分 那这句话就告诉 电梯一定是安装完毕 检验合格之后 才能确认收入 然后安装费呢 因为是单给了 合同里面 告诉安装费是2万 能分 能分安装是安装 安装你单独 确认自己的收入 电梯 确认电梯的收入 那电梯发出时 肯定不能确认收入啊 必须是安装完毕 检验合格之后 才可以确认收入的 发出时 借计发出商品 代方代计库存商品 56万 按照成本来进行反应 前面多次谈到过 反正商品发出去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库存商品减少 发出商品增加 所以借发出商品 反应到那里面去 那第二个 实际发生安装费用 1万2千 那这个我们就反映到 劳务成本了 借记劳务成本 告诉代应付 职工薪酬 收入有了 你可以分出来 自己说自己的 那第三 电梯销售实现收入 那确认收入 就要截转 借收商品的成本 整个应收账款 借方 115万 代主任业务收入98 增值率 销向税格时期 其实严格来讲 这有点问题 有时候票都开不出来 你这收入98 增值率 销向税格时期 他就这个意思 他告诉 你电梯部分98万 然后把整个的 增值率都放在一块了 接下来呢 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发出商品56万 然后确认 安装的费收入2万 截转成本 1万2千的劳务成本 截方借应收账款2万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2万 截转成本时 再有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记劳务成本 1万2千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当然要是电梯 整个的安装 是跨期间的 安装费 完全可以按照 完工百分比法 去确认收入 这个呢 没说跨期 直接就一次解决掉了 不过呢 这个例子还是说 商品 劳务能分 因为安装部分的收入给了 我们再看例13 沿用例12的资料 我同时假定 电梯销售价格和安装费 无法区分 那这个就变成不能分了 不能分 一定都按照销售商品来对待 那电梯发出时 借记发出商品56万 代方库存商品56万 发生安装费用1万2千 借劳务成本 代应付职工薪酬1万2千 那你销售实现了 整个100万 我就把 电梯安装费 合在一起了吗 所以借应收账款 117万 代主营业务收入 100万 然后应交 罪非应交 增值 消项税额 17 截转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57万2千 其中发售商品56万 劳务成本的也都截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那劳务成本代方1万2千 这叫不能分 我想出于考试 我们就是掌握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再看教材上 今天新加的这么一个题目 这题目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销售商品的 还是提供劳务 我看下例14 假公司为一家网络游戏开发商 以虚拟道具收费为主要盈利模式 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虚拟道具收费模式下 游戏玩家可以免费登陆游戏 但需要在游戏过程中 选择购买一些道具来增加经验或技能 以提升娱乐体验 这些道具按照销售方式 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次性消费道具 例如游戏玩家在游戏中购买的飞标 该飞标按照游戏规则只能使用一次 用于杀伤对手 再有有限使用道具 例如游戏玩家在游戏中购买的马匹 该马匹按照游戏规则 可供游戏玩家使用三个月 以提升移动能力 再有永久性道具 例如游戏玩家在游戏中购买的大刀 该大刀按照游戏规则可供玩家持续使用 然后说问题是 假公司应当将游戏道具作为销售商品 还是提供老物确认收入 这个有一点啊 跟大家说明 不要说大家看到这个例子 哦这游戏真好啊 又有马匹又有大刀 我也去玩去了 上瘾之后啊 真的不好 我们还是好好学习考出快 那现在咱们要能够知道 这件事情呢 那些马匹啊 那飞镖啊 那这些到底是不是商品 是不是按照商品来对待 那显然的不是啊 这都是一种虚拟的东西啊 那整个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提供老物啊 你不能按照销售商品来进行对待 那这一部分能说你到那去 我单独到你给我马匹给我牵出来 你看他能不能从那网络 经常给你牵出来 这是个虚拟的 所以这种情况 当然全部的应该作为提供老物 来确认收入去 说一下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受影响 说考试到时候一紧张 哦马匹都出来了 那卖商品 飞镖都出来了 大刀都来了 那那个不是都是虚拟的 因为随着这些发展 游戏里面这些事情 当然我没玩啊 听他们说 有的就是不能玩好几天的呀 把人玩的那都真减肥啊 但这种绝对不是减肥好的方式 好我们这个题目 那是提供老物 第四个呢是BOT 因为BOT是与建造合同有关 我想呢 还是把建造合同讲完之后 再去介绍BOT的内容 那下面我们先看BOT下面的 授予客户奖励积分 这块的处理 授予客户奖励积分 那也就是说 企业在销售上面 提供劳务的同时 那可能还会涉及到 说有一些积分 奖励积分 比如说到超市买东西 买完东西 带积分卡了吗 那买东西呢 他会给你积分 这部分积分 以后可以换商品啊 然后同样坐飞机 你办会员吧 积累到多少分数 可以给你升仓 或者给你免费机票 这都是典型的这种奖励积分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奖励积分这一部分 怎么办 你现在收到的一笔钱 我都收了 我现在因为卖这件商品 收到钱了 以后呢 还会让人兑换积分 可能给人商品 那你显然不能把收到的钱 全部在当期确认为收入 你真正提供的商品 以后还有呢 你以后还要提供东西呢 所以就要求 现在收到的钱 应该是在本期确认收入部分 和未来的那部分 要提供商品之间 来进行分 分的最好的办法 应该按照公允价值比例去分 这是最好的方式吗 就是将当期取得的款项 在本次销售商品 你整个取得的货款 或应收货款啊 本次销售商品 或者倾向劳务 这就是本次的 与奖励积分的供应价值之间 来分配 奖励积分部分 确认递延收益 那我们本期销售商品部分 你正常的去确认 什么主营业务收入 基本这样 这个递延收益啊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是 钱现在已经收了 收完之后 以后还要有一些服务 因为就是说这件事情 我们某一件事情 比如卖产品 以后呢 我可能说 有奖励积分 再相应的提供 什么别的商品啊 或者什么别的一些服务什么 钱已经收了 那这一部分呢 现在不确认收入 以后 等到提供时再去确认去 所以递延到以后 这叫递延收益 你类似的说 包含在商品售价内的服务费 我把商品卖了 说以后要提供服务 那提供服务 当然会有一些支出成本了 费用了 那我把有一部分呢 递延到以后去确认 那这是一个问题 叫递延 而递延收益呢 当然也是负债的一项内容 接下来 奖励积分 以后如何来进行摊销 摊销的时候 是这样子 是用以兑换积分 占预计会被兑换积分的比例 来处理 因为有的一些积分不会被兑换 有人走了 他说我不需要的东西 你不用换 有人已经没了 给拉登当秘书去了 我说拉登 你们有同学 拉登是谁啊 你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拉登是很有名的 到那个世界去了 那这样他就不能兑换 因此 地言收益这一部分 将来呢 以后他要是确认收入 如果确认为收入应当已 被兑换 用于换取奖励积分的数额 占什么 占预期 将会会兑换 我后面会通过一个例子来说 绝对不是说 你最开始说 我一共有多少积分 将来就按照那个来进行计算 你开始授予两万积分 我算算 估计有80%会被兑换 那你会被兑换的 就是两万乘以80%的数 那下面说 地言收益的科目 一般核算什么 核算的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把钱已经收了 但是这笔钱收呢 我不可能全部的都作为当期的收入 因为后面呢 还要相应的提供一些服务 或提供一些小商品 那这一部分的等到提供 是才能确认的 叫地言收益 奖励积分业务 那后面会谈到 有个政府补助 那政府补助呢 有的摊消失 需要在以后摊的 反正政府钱都给我了 我不让再当期摊 就这件事情 那以后呢 也是地言到以后 还有包含在商品 售价内的服务费 刚刚也谈到过 那这些 是地言收益可不合算 接下来要说明一个问题 如果奖励积分 那以后进行摊消时 怎么去做 那你先开始得决定 这项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 那这事必须得有 在确认奖励积分 公允价值时 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叫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 这是一种 按照公允价值来配 另一种呢 是剩余价值比例法 这两种都有 在国际准程中有 我们没有说 但以前考试题目 这两种都给涉及到过 什么样的情况下说 剩余价值法 先决定奖励积分的公允 然后剩下的 就应该本期确认的收入 这种情况 奖励积分的公允 它会告诉你 每个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 比如说每个奖励积分公允价值 0201 在以前考试曾经考过 这种情况以后可兑换的一般不是商品 往往直接现金 我就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应该是在拉萨 一个药店里面做什么样的宣传呢 说你买药买到多少时 可以兑换30块钱 买药是积分 积到多少积分是给30块钱 不是在卖药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一个积分多少钱了 你到时候给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先可以确定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 因为每一个积分多少钱已经定死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 我以后给的不是钱 给的是商品 商品当然就得按照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来算了 你不能说我那个商品公允价值多少 这个多少 先认可那个数 这个再到来那不行 两种不同的 我们下面先说 第一个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 通过一个例子咱们看一看 到底如何来进行确认收入 16年11月1号 甲公司经董事会批准 实施WU产品的促销活动 其主要内容是 客户每单笔购买1万元 这里说含1万元的WU产品 可同时获取0.2万个奖励积分 然后说这个奖励积分 是相当于价值0.2万元的商品 以后是给商品的 这么个事情 然后说1万元以下的 不能获取奖励积分 1万元以下的不给 奖励积分的计算基础 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货款 该奖励积分 可以在下一个月份 用于抵扣新购货的价款 那你在买东西可以抵价款 但是它相当于0.2万元的商品 但不能用于抵扣增值税货 假公司16年11月合计销售货款 不含增值税2千万 和其中 不能获取积分的单比1万元以下 销售金额合计是800万 那假公司16年11月应确认的销售收入是多少 我们这样来考虑 如果说我们现在卖的商品 卖的是1万 那你以后给人家的商品 收款收1万 现在收1万 以后给人家商品的供允价值相当于多少 目前卖这个商品的供允价值本身是1万 本身是1万 但是是不是以后还得提供0.2万元商品的供允价值这数 所以加上一个0.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收款收1万 那你总的给人家商品的供允价值是1.2 1加0.2 这么个数 所以这是提供商品 每一元供允价值 你应该得到这么多钱 应该是这么个数 这是总的供允价值的商品的1加0.2 那你说我们收到的1万块钱 整个现在给的商品是1万 应该确认多少收入 每一元供允价值应该确认收入这么多 你不能全部确认收入 现在1万 这是应该确认收入部分 那你再说奖励积分的供允价值 同样我们看这1 1加上0.2 1加上0.2 现在提供商品的供允 未来提供商品的供允合在一块 1.2 我们现在收到1万块钱 每一元供允 那对应这个钱 那这个钱说 以后应该到底 我们现在应该确认多少低延收益 那乘以0.2 因为未来提供的商品0.2 不就这么个事 叫相对供允价值比例 按供允价值比例去分 我们现在收到的1万 应该确认的收入是这么多 那应该确认 低延收益是这么多 低延收益那块的商品供允价值0.2 你其实这么个事 那后面就好办了 现在啊 整个是2000万 但是呢 1万元以下的800万不行 有效的是1200万 那那1200万 你可以看到 就有一个低延收益奖励积分了 奖励积分有效的2000-800 那也就说奖励积分供允占这个 就刚刚说的 每一块钱的 每一万块钱的供允不是他吗 一除以1加0.2再乘以0.2了 就是你真正有1万块钱 我们应该确认收入这么多 确认低延收益这么多 就分开了 按供允价值比例分的 所以 最终奖励积分的供允价值变成是200万 你说应确认收入多少呢 总的2000万 减去 现在收款收了2000万 奖励积分那部分是200 很自然的 收入部分应该就是1800 按供允价值比例来分 叫相对供允价值比例法 其实没有特别说明 相对供允价值比例法 要是给商品的 实物之中也被广泛的应用 这节课给大家谈到的内容 是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收入怎么进行确认 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 能够可靠估计 完工百分比法 完工百分比在确定 是有三种方式 以完工作测量 那得是告诉 直接告诉百分之多少 专业测量是测量 已经提供的劳务 占星提供劳务总量比例 这是第二个 已经发生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会计算每一期劳务 确认的金额 如果说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 不能可靠估计 那就是不是最后一期 不允许利润形成 那这个事呢 我们大致应该要知道 然后就谈到呢 如果是有同时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能分的就分 能分的商品是商品 劳务是劳务 不能分的 全部按照销售商品来进行对待 这个要掌握 之后呢 就说书上加那个例子 虚拟世界那个事 那你都按照提供劳务对待 这完全有可能 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 出那么一个大题里面 其中的一步 要关注 奖励积分 介绍了它的概念 然后奖励积分这一块 以后呢 地言收益 贪消是渲计收入 那开始如何决定 奖励积分的公允 两种方法 一种是相对公允价值比例法 还有一个剩余价值法 剩余价值法呢 下节课再说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